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说圣堂的阴影 神探第一人结传 今天咱们讲第48回 逃避法则李飞雄案的第8集 本节目由西云果蔬粉赞助播出 为了健康跟着掌柜走北京 欢迎大家光临掌柜的V店 双十二马上就就到了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 掌柜说历史汉语拼音的全拼 掌柜说历史 双十二掌柜有礼物送给大家 关注公众号 上一回咱们讲到了那句 庐陵王是个孝顺孩子 皇帝于是命令狄仁杰带军出征 狄仁杰是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胜利呢 狄仁杰绝对不会为武则天去着想 阴谋家都是有自己的目的的 大家就想一件事 在我们生活中 为什么这些阴谋家总能成功呢 其实这是有道理的 是吧 你可以恨这些阴谋家 这些背地里搞事情的人 你恨他们人格的卑劣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他们操作的正确 确实阴谋家好多事啊 其实是做对 反而是我们这些自以为正义的人 其实做得不对 就是因为我们做错了 所以常常输给阴谋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 是吧 如何让领导信任你 这真的是个大学问 是吧 你有自己的小算盘 你怎么能让领导不猜忌你 掩盖自己的私利 那不是最高明的 因为什么 因为别人不会信 是吧 我们都认为别人都有自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考量 你告诉我 你跟我的考量一样 我怎么会信呢 你说你没有私信 我怎么可能信呢 掩盖私利 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最高明的掩盖啊 其实是是调整自己的诉求 让自己的诉求和领导的利益高度一致 敌人节获得这个平乱的机会 怎么获得武则天的信任呢 告诉武则天 我敌人节打工无私 我办事绝对公正 我心里除了领导再无杂念 你觉得表忠心有用吗 关键是敌人节现在 装清纯 武则天能信吗 你老敌要是简单 这天下就没有复杂的人了 和领导利益啊 利益一致啊 不是这么讲的 敌人节的讲法 大家明白吗 武则天希望把一个孝顺儿子带回来 这是武则天的想法 有这个想法 武则天就一定会派一个向着庐陵王的人 去办这件事 对不对 敌人节用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吗 敌人节不必掩盖任何事 我确实倾向于领导利益王 所以我办这个事最合适 这就是协调以后的遗旨 整个故事最关键的就是那句话 是吧 昨天咱们讲的 陈认为领导利益王是个孝顺的孩子 这话一说 后边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现在武则天和敌人节的诉求高度一致 这是一个阴谋家的最高境界 这件事由谁来镇压 李飞雄叛乱 由谁来镇压 结果将完全不同 后来事情的发展就是这样 如果这件事由武家去镇压 那最终你看所有的证据都将指向 领导王李显谋反 可是后来呢 后来由敌人节来镇压李飞雄 结果就是所有证据都指向了 许敬宗诬陷 问题就是其实 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这件事是这样 无论说领导王谋反 还是向后来说许敬宗诬陷 都可以做到 证据确凿 不是吗 我相信如果五成四代军出征 最终这个案子 领导王谋反 和向后来真实发生的那样 由敌人节出征 所证明的许敬宗诬陷 这两件事将一样的铁证如山 咱们这些人啊 我觉得这些老实人 在社会上老是吃亏啊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读书啊 把脑子读坏了 我们居然相信说真理 我们总打算跟阴谋家去讲理 你明白吗 就这个这个劲头是绝对不对的 可是你看看 明朝人活得多明白 是吧 明朝人在故事里就明确告诉你了 这个理 在人家是两边讲的 这件事原本就是可以是 颅林王谋反 也可以是许敬宗诬陷 这两个案子全是铁案 翻不了的 证据确凿 铁证如山 就看什么 就看谁来查 对吧 故事 就看你从哪个视角讲 从哪个角度讲 你的立场决定了是非 你说现在皇帝把这个案子交给敌人节 这是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 敌人节已经取得了绝对的主动 随后 是吧 敌人节随后的安排 你看 就是三件事 第一件 就是组织一支军队 找几个自己信得过的将 这个我跟你说 绝对不难办 是吧 咱们前面讲过了 敌人节在朝里这么多年 以敌宫那个做事方法 就那个 那个结党的方式 那个好人员 是吧 有一帮自个的兄弟 那还用说吗 这个是最初级的 是吧 咱们讲敌宫案 第一回讲的就是这个人 这个事 第二件事 就是搞清楚造反的人到底是谁 既然肯定知道这个人不是庐陵王 那他是谁呢 是吧 他又为什么造反呢 这件事 敌人节当然可以猜测 但是必须要准确掌握 第三件事 当然就是要防止节外生枝 防止意外发生 我现在已经占据主动了 我现在就不希望这件事再出别的支撒 最大的意外 现在就是庐陵王自个儿 千万别卷进来 所以你看敌人节立刻就派人送信给庐陵王 不是让他来剿匪的 而是你啊 原地不动 守住你自己的地盘 然后呢 提防刺客 因为这个时候 如果庐陵王轻率的进攻 是吧 他如果打败了 被打败了 那就说不清了 你是打败了 还是投敌了呀 是吧 就算庐陵王这个时候打胜了 是吧 你把匪首杀了 还是把匪首放走了 你最后你都说不清 甚至只要你一往这边凑合 可能立刻就有人说你起兵了 所以现在敌人节 你看嘱咐陵王千万别来这边 蹚这趟浑水 你只要在远远的看着 是吧 听我的命令 不让敌人过去 我就能证明你没有参加叛乱 这就够了 现在是最怕 最怕庐陵王来蹚这趟洪水 很快 是吧 调查就有进产了 造反的人被查明了 李飞雄到底是谁 是吧 李飞雄过去是个 是个类似瓦岗寨那样组织里的一员 是吧 当初他们也是个 也是个英雄团体来的 而且巧了 居然这个 这个李飞雄啊 和敌公手下的一个江湖侠客 是朋友 那我 我不是讲评书的 所以我 我不善于讲这个 讲这个游侠故事 这个游侠故事 咱们就略去了 反正你知道个结果 最后这件事的结果 就是 就是在江湖朋友的帮助下 敌人杰 击败了叛军 并且成功的说服了 叛军的首领李飞雄 李飞雄最后出面 指认 许敬宗 然后呢 然后这件事跟下来就好办了 真的好办了吗 你会怎么做呢 你也许会压着罪犯 风风光光的回朝 然后在在朝堂上 满怀正义的揭发武家 为李家立下这样一个打工 为自己下半辈子求一个好靠山 要不然你不是殿堂级的阴谋家呢 是吧 要不然我们就以我们的智商 我们充其量就是一切书生呢 这本公案 第一公案是编的 但是编这个故事的人 可是蛮厉害的 你看下边这个故事啊 讲到讲到平灭李飞雄以后 这个故事没讲完 没有完下边还有呢 千万不能被眼前的胜利冲昏头脑 头脑 你千万别忘了那句古话 叫殊不坚亲 这件事到底是侄子陷害儿子 还是儿子要灭了侄子 这件事其实关键还在于武则天怎么想 一边是侄子 一边是儿子 是吧 哪边死了都是疼在武则天的心里 你明白吗 这件事 敌人节现在 无论掺和到哪一边 最终都捞不到好处 你知道哪天武则天想起儿子 哪天武则天又思念侄子呢 那个时候敌人节就是罪人 毕竟人家是亲戚 你是一个外人 这个礼不会永远在你这边 这就叫殊不坚亲 在家族企业当中 真的这种人际关系太复杂了 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天 他们因为血缘又和好了 咱们中国人在法律面前是讲血浓于水的 别看今天你风光 你 你背后是背着血债呢 所以这件事 敌人节你看 是不能掺和的 你以为故事里的敌人节 这个时候把庐陵王请了 把所有的功劳都给了庐陵王 仅仅是八件庐陵王吗 不完全是 这其实才是真聪明 到了这个时候 敌人节在立下这样一个大功以后 现在剩下的全是避祸 我的功劳全在武则天的心里 我帮着武则天把他的儿子孝顺儿子带回来了 这就够了 至于你们家将来是儿子死还是侄子死 跟我没关系 我今天不贪这个功 将来我也不必为此承担什么血战 有时间呢 大家读读汉鲁帝的巫蛊之祸 那些当年卷定了汉鲁帝父子之争的人 最终他们是什么结果 你看完那个故事 你就知道敌人节现在的高明 那些卷进巫蛊之祸的人最终都死了 在父子是仇人的时候 父亲把支持儿子的人都杀了 父亲平定了儿子 可是以后呢 以后父亲又开始想念儿子 又把当初帮着自己反对儿子的人 全杀了 这就是巫蛊之祸的结果 有些功劳啊 真的是 真的是祸 福祸相依 再牵扯到咱们中国人心中的人情 哎呀 那就 那就没理可讲了 到这里 其实这个故事才算完 你看一个老恋的阴谋家 阴谋的最高境界是控制人性 只有深暗人性 你才敢在关键时刻向前走那一步 也只有深暗人性 你才肯在关键时刻后退那一步 进一步叫波澜壮阔 退一步海阔天空 阴谋或者说智慧 就是一种进退的哲学 人生啊 就是 哎呀 什么是人性啊 好了 咱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下一回 我们继续 欢迎大家加掌柜的微信公众号 掌柜说历史 汉语拼音的全拼 双十二啊 掌柜有礼物送给大家 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有事早知道 和咱们分享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